我老板说我看过数据分析 像你这种突然红起来的 生命周期普遍都很短 得抓紧变线 这才多少人骂你啊 你知道有多少人骂我吗 太多了 可能你都骂过我 大西你说应该怎么演 我当时就炸了 我说能不能让我 好好看会儿电视 我妈说对喽 反派就得演出这种 要打亲妈的感觉 娱乐圈太复杂 要在这个圈子里出人头地 这难度那是相当的高 尤其对于女明星而言 这难度啊 简直就是地狱级别的 别看他们表面风光 聚光灯的背后 可有不少你不知道的事 我今天这个衣服 你们也能看出来了 我现在挺膨胀 就膨胀到啥程度 就我走路上 来车我都不躲 那司机看见我 嘎就自动停车 因为我红 红到有一天 我妈着急忙慌 给我打电话 说姑娘我听说 你进娱乐圈了 那圈男女关系 可混乱了 你加点小心吧 妈 实不相瞒 这就是我进入 娱乐圈的原因 你们发现 突口就演员 红了之后 怎能接广告 我就感觉啊 今年大环境 就是促进消费嘛 我们突口就演员 特别适合干这个 别的不会 就擅长消费自己 就为什么 那几位今天坐在那里 不上台 你们知道吧 因为他们的段子 已经在双十一中用完了 我有一个客户也是 我现在广告老费劲了 有一位我拍的广告 是一个酒的客户 他说没有要求 唯一的要求是 你这条视频 必须得上热搜 我说那我想了好几天 我也没想要来 我老板说 我给你想一个 你这么拍 指定能上热搜 我说啥 他说 李雪芹酒后顺长江 漂流三十公里 我说老板 这个视频得咋拍呢 我老板说 这个视频 最重要的就是真实 我说出来 你们可能不信 客户同意了 但是客户说了 我是东北的 希望可以从黑龙江 开始飘 我极力反抗 我说老板 你不能这么霍霍我 我老板说 我看过数据分析 像你这种 突然红起来的 生命周期 普遍都很短 得抓紧变线 我说老板 人家说的是 职业生命短 不是我这个人 生命短 我老板说 你职业都没了 你胡嫩肠 有啥用啊 最后他实在是 整不过我了 他说行 你要有需求的话 我可以给你 整一个救生圈 黄色的 便于救援 我说那救不上来呢 他说那便于打捞 我说不行啊 冬天水太冷了 我没有那个勇气 我老板说 我教育一下子你吧 他为了鼓励我 给我看了他的手机 那个手机 上面有一段视频 视频中 忽兰和周启默 在那里唱Rap 一会儿给你看 一会儿给你唱 那个词 嘿嘿 又又 All Stars Hero On the Super Show 我那一瞬间 我幻然醒悟了 我说客户 这么得吧 我给你推荐两个人 他俩不怕冷 但其实我红起来 也挺意外的 你想今年这脱口秀啊 王勉 脱口秀冠军 王建国 脱口秀亚军 李雪芹 脱口秀亚军的CP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有人喜欢 克这个CP 但是我更没有想到的是 连王建国都有违粉 哎呀 就在我那微博下评论呢 建国是我的 抱走建国 我天哪 我就想 你说王建国的粉丝 都啥体格啊 完了上完节目 就天天有人问我 你跟建国咋样了 有一段时间 我天天做噩梦 我有一回梦见 我跟王建国结婚生子 我生孩子的时候 医生问 宝大还是宝小 王建国说 我保密 我除了王建国 就剩一个宇宙的尽头了 哎呀 我现在天天都能 看见这几个字 说啥都有 宇宙的尽头是铁领 宇宙的尽头是霸鱼圈 宇宙的尽头是周家伯 我就感觉那宇宙水性洋化的 你说老是 可一个句子 又有什么意义呢 真是人间不值得呀 哎呀 其实2020本来就是 充满了意外的一年 如果说我从这一年 学到什么 那就是得给自己 留一条后路 你说今天来的这些啊 他们要是不干现在的了 也有自己的天赋 你看有会唱歌的 有会讲课的 有会表演的 有会艺术的 还有手表特别贵的 但其实手表特别贵 也不算天赋 就是富嘛 你说我有啥 我有我妈 当然了 我知道不管在哪个行业里 你就得做好 浮浮沉沉的准备 但是尤其是娱乐圈 有一些人沉下去 可能就再也浮不上来了 但是我不怕 因为我老板给我 准备了一个救生圈 你们先不用欢呼 按理说表演到这儿 我应该咔把这绳一拽 它就变成一个救生圈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我今天拿来发现 我老板给我的救生圈 是坏的 所以说2020 就是这样的出满意外 谢谢大家 我是略琪 哈喽大家好 好久不见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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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我见过你们 你们没见过我 每天都看你们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娜娜 好久不见了 前段时间呢 我去生宝宝了 休息了一段时间 那每天做的事情呢 就是逗我的孩子们 逗孩子真的很开心 很愉快 因为觉得好笑的时候呢 他们就哈哈大笑 觉得不好笑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骂我 但是我家里的人会劝我呀 娜娜 回去工作吧 别折磨孩子了 怎么观众吧 所以我回来了 今天是半决赛了 希望选手们 都放轻松地去比赛 有我在 即便你们尬在台上 大家也会觉得 那一定是谢娜的问题 各位选手 为了我 加油吧 那我休息期间呢 你们节目给我 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像这一季的新人 真的很厉害 像 徐志胜 他简直是百年一遇的 搞笑奇才 我看到他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 很容易就被他带偏了 你不是啥呀 你那我这感觉 是卖面还是卖膜呀 大姐你刚才念我 我的天哪 口音也这么好笑 你真是老天爷 赏膜去呀 我知道说脱口秀 真的挺不容易的 你看杨丽啊 网上都是骂他的 他自己都说压力大 想放弃了 我一听就急了 杨丽 你杰丽敢骂呢 杰丽 这才多少人骂你呀 你知道有多少人骂我吗 太多了 可能你都骂过我 这个有特点的人 真的就很容易引起争议 我刚主持节目的时候 就很多人骂我 谢娜 滚出节目 结果我怀孕休假 很多人又说 好想娜娜呀 我怀疑他们就是 同一波人 因为我看到一条评论说 娜娜 快回来吧 我都想你了 而她的ID是 谢娜今天滚出节目了吗 我休息的这段时间呀 我有好几个节目 都找了代班主持 像大张伟也替我代过班 是不是 对对对 搞得我都有一点点危机感了 那我不能表面说 这次你们加油啊 我私底下就会特意去 看一下节目 你知道吗 看了一集 我就放心了 不是这意思啊 就是节目是非常好看的 我就放心带孩子了 让他们多代班几集 等他们快要上手了 我就回来了 哇塞 天气功来了 广播体操 哎呀 现在新人出来真的是很快 也许人会越来越多 但是人再多 我都不走 为什么呢 这么多年 我还依然保持一个新人的心态 更难得的是 我能保持新人的水平 你在笑什么 我又没有在自嘲 我说这话 只有老脱口秀演员才懂 新人真的太恐怖了 对不对啊 是吧 像那个 豆豆啊 哎呦 豆豆 听说你很会表演啊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再开什么玩笑 救命啊 所以呢 我还是有我不可取代的地方 比如说 好吧 我也说不出是什么地方 谢谢大家 我是谢大 大家好 我是金晨 是不是得这样 第一次说脱口秀 特别的紧张 因为我从小练舞 练得我能歌善舞 不会说话 在台上的原则就是 能动手就不操操 我一操操呢 就容易说错话 像今天这么多人看着 就更难了 都在屋里了 今年我主要都在演戏和跳舞上 感觉就是累 脱口秀跨年呢 是今年干的最轻松的活了 我在舞蹈节目上面 又是排练 试音 灯光舞美 得排个三天三夜 脱口秀排练 就三秒 喂喂喂 诶能出声 我之所以让自己这么累呢 是因为我有两年没拍戏 在家隔离 那时候还没疫情呢 后来终于有机会演戏了 我爸妈为了让我恢复自信 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就说 看到别的女演员 哎呀 这反派可不能这么演 得向咱们女儿多学习学习 大西你说应该怎么演 我当时就炸了 我说能不能让我好好看会电视 我妈说对喽 反派就得演出这种 要打亲妈的感觉 拍戏对我来说 难度还挺大的 你们别看我脸小 我脑子也小 记不住词 超过两行就是添书了 只有一次 六行的词我全顺下来了 导演带所有人鼓掌 我说我都没想到 导演说我也没想到 摄像说我这谁能想到的 我都没开机呢 现在我满脑子里都是工作 只想搞事业 不想搞感情 所以恋爱节目邀请我的时候呢 我很犹豫 最后一咬牙一跺脚 只要能工作 不就是谈恋爱吗 没问题 况且也不是坏处 谈成了 上情侣综艺 谈不成 参加下一季 怎么着都能再接个活 上完节目呢 网友还说我 约会有技巧 遇见不喜欢的嘉宾 就不顾心向的大口吃东西 遇见心动的呢 就装淑女小口吃 看完他们的分析 我就乐了 区区几个男人 还能耽误我吃饭了 其实很简单 大口吃是因为我嘴馋 小口吃是因为菜欧闲 你以为这是什么约会技巧 其实是我胃口太好 其实我挺烦上热搜的 因为一上热搜吧 就造谣有新恋情 我有时候就是想吃个饭 他们就说 金城和一男子见面 二人共进晚餐 第二天经纪人就问我 为啥深夜和一个男子见面 我说因为我馋了呀 馋饭啦 我就是说话不过脑子 很多人觉得我有社交牛叉症 其实我去人多的地方 我还是挺怯的 但是想着来都来了 也不能尴尬着呀 比如饭局上 旁边坐这个我不认识的人 我就会说 哎 我跟你说个事 这怎么做到的 这怎么做到的 我的天 这是一发技 气氛瞬间破冰 他说你干嘛呀 我 我吃饱了 撑的 我的粉丝都说 我挺好一女的 可惜长了张嘴 我就是老说错话 我也没办法 大跨年的 我也想像别人那样 跟你们说两句祝福的话 就在屋里了 谢谢大家 我是金城 谢谢大家